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AX每日财经快讯 GOMAX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3月24号 星期三 我是JK 今天早上开盘以来呢 澳洲股市轻微上涨 大盘是上涨了接近百分之一 那么昨天晚上呢 美国市场也是小幅震荡 纳斯阿克指数呢 是尾盘下跌 那么早上开盘 亚洲盘时间呢 又轻微上涨 中国方面股市开盘呢 China50是轻微上涨 目前走势还都不错 整个澳洲股市和中国股市呢 目前在此前恐慌性的泡盘之后呢 今年可能会有起稳的迹象 但是呢 究竟能否站稳 China5017000点的整数大关 我们还要关注本周的走势 以及呢 本周美国股市对亚洲盘的影响 那么汇率方面呢 随着非美货币的普遍下跌 澳元对美元呢 也是跌到了0.77下方 最低时候呢 是碰到了0.76附近 新西兰的纽币呢 昨天是快速下跌 也是受到了新西兰政府 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新政策影响 比起呢 新西兰目前和中国的关系还不错 在所有发达国家里面 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 大部分的美国盟友 目前对中国都是围追堵截 只有新西兰呢 目前和中国的关系 在商业上 经济上 贸易上 还是比较乐观的啊 所以说新西兰的纽币呢 在昨天至今天 下跌幅度较大 相比于我们的邻邦 我们澳元和新西兰的纽币的货币 也是冲到了1.088的高位 那么此前呢 我说过澳元对新兰的纽币 这个货币对呢 在1.041.05下方 大家可以大胆买进 在1.081.09上方呢 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公运值的价格 因此呢 此前的获利盘 基本上可以短期获利了结 澳元对新兰的纽币呢 在历史上一直都是高位 盘整震荡 价格呢 是在1到1.3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的货币呢 始终要比新西兰要稍微贵一点 这个从国际上也非常好理解啊 就是澳洲的整体国情 国际地位影响力 以及国家的经济实力 都比新西兰要稍微强一点点 那么作为我们的邻邦国家 在政治经济体制上 基本上一致的新西兰呢 如果是两国货币相差比较大 那么双方呢 就会产生货币上的溢价 那么这个溢价呢 会导致 比方说澳元过高 那么大家就会把澳洲的房子卖掉 把澳洲的工作辞掉 去新西兰养老 那么反之呢 如果是澳元对新兰一直长期 在1.041.03下方盘整 那么很多新西兰的朋友呢 就会把新兰的房子卖掉 来澳洲生活 所以呢 货币 这个货币对呢 对于我们在外汇市场交易的朋友来讲 是风险相对其他金融产品较低的 并且能够长期稳定 享受到一定的 有预期的回报收益 这个货币对 大家依旧可以长期继续关注 目前呢 是达达了1.09 比较高的位置 在中期呢 为我认为 已经是达达了一个公寓价值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是借着刚刚的话题 谈一下中美最近的关系 现在呢 欧洲 欧元区欧盟 已经是对中国开始封锁 那么这个封锁呢 是从目前的官员 在海外的出租 进欧盟区域的自由度 以及呢 海外资产部分 这个中国地方政府机关 在海外的资产进行 这个相当于是冻结 那么跟此前对俄罗斯的做法是一样的 不过欧盟此举呢 基本上是奠定了过去20多年 突然间 欧盟开始采取对中国的比较冷淡的外交策略 美国政府邀请中国官员去阿拉斯加 大家双方在阿拉斯加见面 并且呢 面对面的进行首轮拜登政府以来的 高官面对面的会谈 那么此次会谈呢 双方其实插出了很多的火花 这个火花呢 是比较有激情的 那么中方和美方在立场 目前依旧是持不同的态度 尤其是美国在上来啊 就是马上对中国方面发表言论说 中国在对美国进行了黑鹤攻击 并且呢 中国在台湾香港新疆问题呢 将会是本次会谈的主要问题 那么中方马上反对啊 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自己领土的完整呢 那肯定是不能让美国来参与进来 那么同时呢 你上来就指责我们说 我们侵犯了人权 我们侵犯了这个攻击了你们的网络系统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上来就扣了很多的帽子 不是代客之道 并且呢 在中国代表团访美的前一天 美国突然对中国的部分官员 也同时进行了宪令 基本上是先给下马威 就跟我们普通人的谈判技巧也是一样的 先给个给一棒子 然后再给一颗糖 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呢 中国政府当然是很不开心 并且呢 在美国谈判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的官员是要求记者一直在列席 并且进行合规报道 但是美国的官员呢 就想赶记者离场 所以说从双方的这一点来讲的话 本次会谈呢 我认为中方相对本着更加客观 公平公开透明的态度 但是美国方面呢 很明显会有一些小想法 而中国此次态度愈加强烈 对中国和香港的股市表现来讲 目前是偏向于短期利空的 因为海外投资者呢 在香港股市的投资呢 更加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 一旦国际政治对中国施压 那么中国政府又比较强硬的态度 进行一个反对 所以国际资本就会认为 香港的资本市场可能会未来面临极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要把资金撤出来 也是目前香港恒生50波动幅度 下跌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如果是想要获得更多的关于 中美谈判的一些详细内容 包括当时谈判的详细报告完整版 大家可以和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和我们的同事联系 那么想要获得更多关于深层次解读 那么欢迎大家看我们在周三晚上和周二晚上的一些网课相应的报道 尤其是在本周二晚上呢 我们悉尼的Austin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关系背景下的金融投资的一些解读 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上搜到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要获得其他资讯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助手联系 谢谢大家